而同一时间我们看到前立委蔡启方他扬言说 如果他被看守所呢 15天之内还不放陈水扁的话 他会率众抗议 对于他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一个表态 蔡英文显得非常的震惊 他很低调的表示他还需要在座了解 因此现在暂时不表态 不过对于有县市长现在提议 是不是就由总统来特赦陈水扁 对此蔡英文他回应 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 民进党中常会蔡英文试图定调 党对ECFA的立场 想要主导新闻议题 但媒体关心的权势扁案后续发展 我觉得严压这个问题 其实在法律上的争议性是非常大的 事实上在鸡押被告的这种必要性 其实是不存在的 还是一关的基调挺陈水扁司法人权 但对蔡启方扬言 北索15天内不放陈水扁要率重去踢馆 似乎抽出蔡英文挺陈水扁的底线 回避党主席要不要率重停扁的敏感议题 蔡英文有自己停扁的方式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应该怎么样慎重的处理这个案子 不要让它变成是一个社会对立的爆发点 特色是可以被考虑的 我觉得总统应该好好地考虑各项的可能性 不想用太激烈的方式抗争 至于陈水扁 有没有按钢估重量捐给党的一千万政治现金 蔡英文回答得很保守 这个是牵涉事实理性的部分 没有什么评论 这个有关过去的事情只有 他们当事人知道吗 我们机外人没办法去做任何的一个制品 我们关心的是未来台湾的民主化 要大家往前看 但党内许多停扁派 似乎还没有习惯 没有陈水扁的民进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家园 SNK组 台北采访报道